世界衛生组织日前宣布 将组成专家调查团 派云在2021年1月 前往中国武汉调查病毒起源 世卫透露对此中方表示欢迎 但英国广播公司团队 今日前往中国云南调查疑似的病毒起源地 独中却频频遇到路障 更有便衣公安监视 官员驾驶未标式的车辆一路尾随 宣传还有大型卡车疑似故障挡在路中央 疑似试图阻挡BBC团队 中共病毒近日在中国多个城市肆虐之际 湖南又出现了民众感染情流感的个案 湖南永州市宁远县一出市场19日发布公告 真为了预防情流感进行修饰 而当地疾控部门也证实 当地有一名女子感染情流感 不过官方并未套路女子感染情流感 是否与关闭活情市场有关 彭博社报道 中共近几十年大力发展控制天气的技术 11月中共在北京以南300英里的地方 利用导弹发射车发射出16颗增雨带 12月中共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目标是在2025年完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 但是彭博社专闻评论指出 世界越来越担心 北京会把这种改变天气的能力用于军事 因声援湖南波莫女孩董瑶琼 遭行政拘留的湖南异议人士欧飙峰 被控的罪名 从寻衅滋事提升到颠覆国家政权 目前她仍被指定居所 监视居住 公安更在欧飙峰的车上搜出多份香港苹果日报 外界相信她将会因此而入罪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